1926年3月18日 海军局局长 共产党员李之龙 收到了一封命令信函 信函是黄浦军校 驻广州办事处秘书送来的 信函上说 奉黄浦军校邓眼达教育长电话 转奉蒋介石校长命令 令海军局处派得力兵舰两艘 开赴黄浦听后拆遣 李之龙听令 调中山舰开往黄浦 第二天 中山舰抵达黄浦 向邓眼达请示任务 邓眼达却说 我不知道有这件事 而李之龙这边又接到任务 上头询问 中山舰是否还在广州 苏联参观团想要来参观中山舰 李之龙没多想 给老蒋打电话请示 是否同意从黄浦调回中山舰 老蒋大吃一惊 谁下命令让你把中山舰调去黄浦呢 李之龙很纳闷 不是你下的命令吗 最后老蒋不耐烦地说 我没叫你开去 你要开回来 那就开回来好了 何必问我 然后就把电话撂了 李之龙还是没有觉察到意义 电令中山舰返回广州 但老蒋那边放下电话后 心里马上咯噔一下 不好 有人要害我 老蒋接完李之龙的电话后 居然马上认为自己有危险 他何以得出这个结论的呢 原来中山先生逝世后 汪精卫是了国民党及其政府的最高领袖 老蒋则主管军事 掌控了黄浦经教和最强大的国民革命第一军 而我党在国民党和政府的核心军官中 占据了接近三分之一的席位 形成了汪主政 蒋主军 我方具备一定影响力的格局 而老蒋和汪精卫是有矛盾的 和支持汪精卫的苏联军事顾问团 也是有摩擦的 苏联军事顾问团掌握着苏联军备物资的分配权 老蒋认为自己的第一军是主力 应该达到最多的军备 但苏联顾问团没有这么做 把物资也分了许多给另外五个军 在老蒋看来 那五个军是杂牌呀 这么分没道理 这完全是在针对我 太过分了 老蒋成立足马上北伐 但苏联顾问团却说 现在不是好时机 先缓一缓 装装见见 处处和老蒋作对 其次老蒋眼中的汪精卫 和自己第一军第二师的师长眉来眼去 当时政府在筹建第八军第九军 老蒋一琢磨 现在政府有六个军 为什么不先筹建第七军 而又先筹建第八军第九军呢 明白了 汪精卫这次准备拿第七军的番号作为筹码 让我手下这个第二师的师长背叛我 削弱我的部队 老蒋及时出手 一张船票送这个师长出国 把第二师给了自己的爱将刘志 这才化解了危机 最后 近期广州小道消息满天飞 有的消息说汪精卫和苏联顾问正密谋夺取老蒋的权利 有的消息说共产党正谋划倒奖 推翻国民政府进一步的消息说 苏联的货团正在秘密运送枪支给共产党掌握的省港罢工纠察队 而现在 老蒋通过请示电话了解到 这个共产党员李之龙 居然在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下 把中山剑调到黄埔去了 而更巧合的是 今天早些时候 汪精卫给老蒋打了好几通电话 都是询问他今天是否会到黄埔去 当老蒋明确表明自己今天不会去黄埔之后 中山剑居然马上请示要调回到广州来 这显然只有一个解释 中山剑是冲自己来的 这显然是准备利用中山剑把自己劫持到苏联去 老蒋意识到这一程后 马上做出决策 跑路 他打算跑回朝上 回到自己的第一军的军云去 事后老蒋说 这是自己人生的关键时刻 也是关系反国重弯的关键时刻 他一溜烟跑到天之码头 准备乘船逃跑 在即将登船的最后时刻 在部下的怂恿下 老蒋突然想明白了 现在驻防广州的部队 是自己的第一军第二师啊 我跑什么 回去干一票大的 挽救党国 仿佛电影里的桥段 老蒋返回广州 召集留置的第二师 武铁城的广州警察部队 似乎还有王百灵的二十师一部 开始了他的反击 令欧阳格陈兆英带人火速拘捕李志龙 一部占领中山剑 一部占领海军局 中山剑和海军局武力有限 很快轻易得手 拘捕李志龙也异常轻松 当时李志龙正在家里睡觉 值得注意的细节是 欧阳格陈兆英捕获李志龙后 把那封写有奉蒋校长调剑的命令信函 销毁了 写审问李志龙的人 张口就问 李志龙你今天为什么起得这么早啊 为什么深夜登上中山剑 老蒋同时命令 一迅速拘捕第一军地阿斯的党代表 政共人员和共党分子 肃清内部 二 卓刘志派重兵包围审感罢工委员会 手脚纠察队枪支 情报显示 纠察队有千余人 这是敌方在广州城内的最大武力 必须控制 三 五团一个营包围苏联军事顾问团 一步监视苏联参观团 四 一步密切监视中共广东区委及关键负责人 五 警察部队一步立即包围阿富 四 立即保护汪精卫主席的府邸 六 设立港哨 宣布全程紧急戒严 任何人没有特别通行证 不许上街 因为根本没有所谓准备谋害老蒋的事 老蒋的突然发难 很快就效 二十白天 广州完全控制于老蒋手中 早上十点 老蒋再度追加命令 建议黄埔军校内部倾向红市的分子不少 以防有变 夺二十六团两个营 驻往黄埔掌控局面 在二十日凌晨的夜里 毛泽东正在和矛盾尝试 图文老蒋兵变 主席马上问前来报信的工友 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同志 现在在哪 必须马上找到他 得知陈延年正往苏联军事顾问团驻地而去 毛泽东和矛盾也立即动身前往 抵达后 他们发现这里已经被部队包围了 刚少问什么人 毛泽东说 中央委员 中央宣传部长 放开 在这里 毛泽东见到了陈延年和苏联军事顾问团团团长 继三家 毛泽东指出 现在的局势 我们必须要强硬反击 他表示 老蒋之前是在上海交易所 当经纪人搞投机 性格如此 这次也是投机 我们软他就硬 我们硬他就软 我们不可示弱 主席分析说 现在广州城内 老蒋拥有第一军迪阿尔斯 力量占绝对优势 但广州城外 反蒋力量占优势 政府有六个军 老蒋只占一个军 另外五个军的军长 因资源分配等问题 军业老蒋有矛盾 在汪金卫和我们同一战线的情况下 我们马上动员广州城内的国民党中央委员 秘密转移至夜艇独立团驻地 赵庆召开最高权力会议 宣布老蒋队行 竖起正义法理大旗 这五个军想要苏联援助 又得法理大旗 大概率会站在我们这边 因为他们加入老蒋 必然不会得到现在的平等利益待遇 而老蒋在朝鲜的第一军主力内部 我党也有相当的力量 第一军三个市中的两个市的党代表 是我方人员 九个团中的七个团的党代表 是我方人员 中下城官兵也是要革命的 一旦最高权力会议 宣布老蒋为反革命 中下城士兵未必肯跟他反叛 时间紧急 赶紧行动吧 陈延年赞同这个计划 但苏联军事顾问纪三家反对 他分析说 如果其他五个军保持中立 那就会形成夜艇独立团 一个团打老蒋一个师的局面 而赵庆财税不足 夜艇独立团弹药不足 广州财税十倍以赵庆 第一军第二次前不久 刚获得一大批苏联弹药 真打起来 怕是我们撑不了太久 毛泽东再三争认 但无疾而终 当夜 第一军副长代表 兼政治部主任周恩来 赶去质问老蒋 却为老蒋控制了一段时间的人生自由 后 周恩来和毛泽东在李不尊家里碰头 讨论后觉得还是要反击 陈延年也同意 但他们几个说了不算 广州城内还有更高的决策人 在上海的陈独秀 听闻中山剑事变后 第一反应是 误会 这个细节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事实 那就是 其实我方一直都认为老蒋是一个革命将领 或者说 老蒋在各方的眼中 形象是不错的 是形象革命的 这是一个重要的决策心理前提 正在广州的苏联参观团团长 这名叫伊文诺夫斯基 职务是苏联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如何应对老蒋的进攻 最终拍板权在他手里 伊文诺夫斯基来广州时间不长 对于这里的局势的认知 主要来自于苏联顾问团的报告和谈话 以及这几天在广州城的所见所闻 所以我们可以说 他并不完全清楚这里的实际情况 当然这也并不能完全怪他 因为毕竟我方高层和苏联顾问团高层 也没有把老蒋往太坏处想 伊文诺夫斯基在这几天的参观里 发现了苏联军事顾问团的问题 这帮苏联军事顾问团 掌握了太多的军事权利 工作方法按照苏联的程序来看 也是有问题的 所以他猜测 是不是这些顾问的不当行为 造成了像蒋介石这样的 中国将领们的反感和反对呢 伊文诺夫斯基派人前去跟老蒋交涉 老蒋机灵地表示 我是对人不对事 我只是反对以计算家为首的 苏联军事顾问团 不满他们的工作和工作方法 我并不反对继续联合苏联 并不反对继续国共合作 希望撤换计算家等人 并希望正在苏联素质的苏联总顾问 保罗廷同志赶紧回广州主持工作 伊文诺夫斯基考虑到了苏联的大局战略 苏联支援国民党 促进国共合作 目的是为了打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 现在这个大的战略计划还没有完成 不能内讧 消耗自己的力量 只要完成这个大的战略计划即可 而至于是谁具体地去执行这个计划 其实无所谓 既然老蒋是会继续执行这个战略计划的 那就可以退让 而且建议老蒋之前的良好表现 大家都认为老蒋是星象革命的 如果撤换他 那么谁能够顶上他的位置呢 无人可替代 因为其他几个军的军长 其实都是军阀出身 他们叛变革命的可能性更高 于是这位苏联红军总政委 定了调职 对蒋介石推了 这位总政委在几天后就离开了广州 他下命令 国民党总顾问鲍罗廷同志 速度返回广州处理此事 莫斯科的战略方针就这么定下来了 但如此定调 必能要牺牲两方的利益 第一个是我们的利益 第二个是国民党左派 也就是汪精卫的利益 中三件事变发生后 国民党最高领袖汪精卫怒不可遏 老蒋如此行进 功能违反总理地下的联俄联共政策 擅自调动军队控制广州 无视他这个最高领袖 是赤裸裸的军事政变 显然是夺权来了 必须要严肃处理 汪精卫找来许多军政高层领导 积极组建 反讲联盟 其他几个军都是拥护自己的 最重要的 掌握资金命脉和军备命脉的苏联 一向是支持自己的 所以汪精卫认为自己的胜算很大 确实如此 当初汪精卫能上位最高领袖 很大是因为有苏联总顾问 暴罗廷的大力支持 但事情的发展 令汪精卫痛心疾首 3月22日 在汪精卫住宅 召开中央政治委员特别会议 苏联方面一反常态 军人站到了蒋介石一边 莫斯科如此态度 谭严凯等其他军长的勇望立场 也不得不动摇了 因为现在各个军都要依赖苏联的军备物资 汪精卫心会议人 认为莫斯科抛弃了自己 于是他提出自己身体有病 不能够再负责了 会议达成决议 1.查办李之龙 2.撤换计商家为首的苏联军事顾问团 这项决议导致军界控制了许多权力 3.批准汪精卫的病假 这项决议导致反对老奖的国民党左派势力群龙无首 并在国民党的党政高层出现了权力真空 曾经一手操盘国共合作的苏联总顾问鲍罗廷回到广州了 战于变通或者说擅长权术的他 仅仅离开广州几个月 居然就发生了如此巨变 但现在他回来也暂时无能为力了 因为诺夫斯基已经定下了退让的调子 这本质也是莫斯科的态度 其实莫斯科并不是要拿老奖替代汪精卫 莫斯科是希望蒋王合作 维持蒋祖军王主党政的局面 以期完成全局战略计划 但没想到汪精卫心晖一人 居然秘密地出走了 这又给蒋介石创造了机会 保罗廷按照莫斯科定的调子 与老奖达成的利益交换 一 保罗廷答应限制中国共产党 在国民党内的发展 很快 黄埔军校中的我党人员全部退出 国民革命第一军中的我党力量 全部退出 黄埔军校和第一军 完全沦为了蒋介石的个人市场 暴罗廷答应 苏联援助将继续给到老奖 支持其北伐 那么暴罗廷 其实也就是莫斯科 将得到什么呢 一 老奖将继续支持 执行联合苏联 打击帝国主义势力的战略任务 二 老奖将继续站在革命的阵营 打击反对苏联 反对中共的国民党右派势力 这里说到的国民党右派势力 光乎中山剑事件的真相 中山剑事件是不是老奖亲自策划的呢 现在主流观点认为 并不是老奖主动特意知道的 而是反对苏联 反对中共的国民党右派一手策划的 他们成功利用了老奖 汪精卫 苏联以及我方的矛盾 之前讲到的海军军校教育长欧阳格 虎门要塞司令李兆英 在拘捕李之龙时 把那封命令信函销毁了 这两人其实就是国民党右派分子 隶属于一个叫做孙文学会的反动组织 而在整个中山剑事件中的参与执行者 如广州公安局局长吴铁城 二十六团团长惠中生等一大票人 都是孙文学会的成员 广州城内流传着所谓 我方要谋害蒋介石 苏联正在给我方运送军火等一系列消息 是孙文学会联合西商会议派一起搞出来的 残与中山剑事件的二十师师长王百林 后来得意地表示 这是能够起作用 我敢说是孙文主义学会的功劳 而蒋介石本人对这件事也惠谋如生 他表示 我自己生前是绝对不会透露实情的 如果想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 等我死后去看我的日记 他日记所记载的 就是自己处于危机之中 毅然回身奋力一搏 挽救党国的光辉事迹 那么实情到底如何呢 可能也在学者们进一步的研究了 不管是不是这些右派分子策划的 但实施者得力最大者 无疑是老蒋 老蒋在完成和鲍罗廷的利益交换之后 一脚踢开了这些有共之城 因为他要打击右派 以取得莫斯科的支持和性能 老蒋使出雷霆手段 王百林免职 武铁城免职监禁 陈兆因免职并择令离开广州 欧阳格等其他人也均受到处分 周总理后来分析说 这就是老蒋的狡诈之处 他先利用右派来打击我方 苏联和汪精卫 而后又靠打击右派的表演 来获取莫斯科的支持 中三件事件是大革命的重要转折点 老蒋成功上位 兼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组织部部长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军人部部长 中指会常务委员会主席 即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获得了媲美甚至超过孙中三的权力 陈独秀在获知中三件事变的真相后 大怒要反击 但暴楼亭代表莫斯科发言了 莫斯科对于任何形式的破裂 都是不允许的 老蒋随即以阿基亚中全会上 抛出所谓整理党务案 我方在国民党中央核心机关的人员 被迫全部辞职退出 失去了对国民党政策和战略的实质性影响 如果说在之前的苏联投资国共合作中 国民党拿到了一把大砍刀 而我方获得了一把水果刀 现在经过这一事变影响 老蒋手中的大砍刀已经升级成为加特林了 而我方的水果刀却变成了铅笔刀 但一个军事独裁的老蒋 会真心执行苏联的大区战略计划吗 一旦老蒋叛变 已经刺手空权的我方 还有条件为苏联提供制衡的力量吗 但事情似乎还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集权后的老蒋提出要一击北伐 但究其原因 他这是准备让局势进入战争状态 进一步巩固已经到处的权力 而苏联顾问鲍罗廷 也没有莫斯科那么乐观 他自信已经找到了制衡蒋介石的办法 他表示 北伐无论胜败 都将是蒋介石政治生命的终点 果真如此吗